两岸部分来看到中国快艇据检翻覆 造成了两位中国籍渔民不幸罹难 在今天全州市红十字会在上午也派员 陪同死者的家属来到金门 同时也接回两位生还的渔民 不过金门地检署在晚间发出新闻稿 是首度证实了海巡当时驱离 还有船只翻覆的过程并没有录影记录 死者的家属是哽咽类诉说要还给他们一个公道 人也走了 先留下我们怎么办 千里迢迢跨还来到金门 见到的却是岳父冰冷的遗体 情绪激动 眼泪实在忍不住 他就这么没有 让我反一反下 好几度哽咽讲不下去 怎么也没想到平民出海赚钱 却发生喊事 岳父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上有老的 下有小的 20号上午全州市红十字会 陪同两名死者的家属来到金门处理后事 更前往事故船只上招魂 现场气氛哀伤 但傍晚二度相验后死者家属拒绝火化 金门地监书也证实 海巡队缺离及大陆船只翻覆的过程 并没有影像记录 至于死因 检察官也将视情况 决定是否安排解剖 那后续我们也会全力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作业 我们需要的就是 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 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传出死者家属除了对相验结果有疑虑 也还在考虑要不要提高 中方代表更毫不可期 台海巡部门粗暴驱离福建渔民 此举性质恶劣令人愤慨 这里没有用什么粗暴的方式 请你用词的部分要修正 我们是依法行政 对于越界的陆船 这个船长根本没有驾照 可以回家开不开心 开心 生还的两名中国船员 穿着台湾海巡协助购买的新外套 终于能够返家 难掩心中喜悦 呈现两样情 谁该为这起两死的悲剧负责 家属致求一个真相 记得翁家俊进门报道